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国名导调赞玉新作《无可奈何》集结孙一珍、李炳宪、李盛民、调喜巡、连慧兰、刘衍熙、车胜员出演、华丽卡斯与黄金制作团队可以说是品质保证 加上该部电影是孙一珍时隔六年重返大樱幕 产后付出的首部作品因此备受瞩目 官方也在近日宣布该片将于8月17日正式开拍 究竟挑战玉导演能否成功打破近期韩国票房惨淡的诅咒 延续上一部作品分手的决心的好口碑呢 《无可奈何》是《吓你的诱惑》 分手的决心挑战玉导演的新作 改编自美国作家1997年出版的《斧头》The X小说 该作品是一部悬疑惊悚天 讲述了中产阶层男子被公司解雇后 为了保护妻子和两个子女 为了守护好不容易置办的房子 准备想再就业而展开的故事 原著中39岁的男主在造纸工厂工作了15年 后来因结构调整被解雇 没有因此气馁的他急着求职 到处提交简历两年却毫无结果 只能靠着妻子做两份兼职维持生计 被迫走上绝路的男主行生恶念 决定成立一家假公司招聘员工 借机杀掉竞争者 和朴赞玉导演早在2000年的 《共同警戒区JSA》和2004年的《三更二》中 就已合作过的李炳线将饰演拥有可爱妻子 和两个孩子的家长万珠 她被工作了25年的造纸公司解雇后 为了在就业而孤军奋战 至于李炳线和孙艺珍 这两位影帝影后曾同台领奖 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仍未合作过 而朴赞玉导演曾多年前说过 想和孙艺珍合作 继极致对决后 时隔六年重返大樱幕的孙艺珍 饰演万珠的妻子美丽 是个多才多艺 开朗性格的人物 丈夫突然失业后 她为了守护家人而站在最前沿 体现了强大的面貌 从剧情简介来看 确实还挺刺激的 这组合真的没有理由不看啊 期待三人的合作 2003年 刘衍熙通过朴赞玉指导的电影《原罪犯》中出道 这部作品当时赢得了国内外很多奖项 在片中饰演男主角少年时期的刘衍熙 也因此受到了不少关注 这次她将饰演《牙医无证号》 李盛铭饰演曾是造纸行业的老手 但现在沦落到像万珠这样的求职者剧饭魔 而剧饭魔的棋子阿拉则由莲慧兰扮演 车胜元饰演万珠的另一竞争对手高士组 以无知名 Moving 亦能嫖喜循则饰演当红的造纸公司公投最善出 看到这样强大的卡斯阵容和导演 观众自然会充满期待 然而 近年来 韩国电影的票房表现却往往不如预期 即使拥有华丽的演员阵容 也难以挽救票房困境 究竟挑战与导演筹备已久的新作无可奈何 能否打破这个诅咒 成功取得亮眼成绩呢 孙一珍与玄冰因合作爱的迫降而擦出爱火 两人在2022年结婚生子 婚后生活相当甜蜜 近日 第28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 白饭为孙一珍举办了演员特别展 座谈会上 他提及玄冰时不但表示两人是命运 还大赞对方很正直 又高又帅 甚至表示希望大家都去结婚 到底要多幸福才会这样催婚了 在6日举办的座谈会上 提问的粉丝表示 自己最想见到本人的男演员就是孙一珍 但话锋一转又接着说 最想见到的男演员则是玄冰 让全场包括孙一珍都拍手哈哈大笑 最后该粉丝也问到 想知道孙一珍是什么时候 意为什么样的点 而想与玄冰一辈子在一起的 结果孙一珍的回答简直闪到翻 这句都是对玄冰的告白啊 孙一珍表示 即使我们在拍摄很多作品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对手演员 常常有人结婚恋爱 但我其实是不太喜欢那样做的类型 但所谓命运这个东西 经常听到大家说我们俩很像 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跟他很像 可大家又一直这么说 所以经常看着看着 就会想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相似 抱持着这样的想法 我们合作了两部作品 我好像被他的人格迷住了 要怎么说呢 按过去的说法 他就像个书生一样 非常正直 理性 不会把讨厌的包装成好的 或者说 他不是会包装自己的那种人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很坦白的样子 而且又帅又高 还很可靠 之后提到结婚的话题 可以感受到孙一珍有多幸福了 因为最后他还当场追婚 欧尼表示 结婚尤其对女人来说 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要做的事情 要想的事情特别多 但是家人让我产生了努力工作的目标 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美好的世界里健康成长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结婚 顺便多生几个孩子也很好 虽然会很辛苦 但不也很有价值吗 孙一珍也在IG发文表示 在富川电影节期间 与粉丝和观众见面后 内心火热大家看我的眼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充满姻缘和爱的眼神 非常非常幸福 多亏了大家 真心为大家加油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幸福 我们健康的度过 笑着见面吧 爱你们 孙一珍出席演员特别斩记者会 谈起婚后育儿生活时 看起来超幸福 她也表示 想成为对自己的脸负责任的演员 孙一珍在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的 红毯压轴登场 这是她时隔四年 也是产后首次登上红毯 一袭白衣礼服 看起来朝鲜超美 状态简直不要太好 Oni的美貌也在网上引发热议 网友们都纷纷敲碗 她赶快付出啊 孙一珍2022年3月与玄冰结婚 同年11月生下儿子 仅生人妻与母亲 5日 孙一珍出席第28届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 独步的孙一珍演员特别展记者会 聊到了魂后育儿的日常幸福生活 以及作为演员对未来的期许 真的是家庭事业双开花啊 孙一珍表示 两年来 我个人发生了很多事情 感觉我演员生活的第一章好像结束了 现在好像进入了第二章 富川电影节为我制作了特别展 这成为了回顾过去的机会 也成为了整理和飞跃的契机 对此我感到非常感谢 孙一珍接着说 结婚生子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生产并养育孩子近两年的时间里 很幸福的是我明白了日常生活的珍贵 在那之前工作就是我的全部 我在其中古军奋战无法将工作和我分开 现在的话孩子只要单纯的能吃好一顿福尸 就觉得很幸福了 今天一天过得很好 今天一天顺利结束就让我感到幸福 价值观也改变了 月儿虽然很辛苦 却感受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幸福 我现在过得非常幸福 1982年出生的孙一珍 1999年出道 她本人也表示 真不敢相信已经过了20年 广音如梭 转眼间我好像老了 积累了经验 成为了这样的演员 对于今后的决心 孙一珍说 好像工作太努力了 以后也会努力工作 但是不想伤害自己 太鞭策自己工作 我想演得更加宽广和从容 孙一珍对以后的活动 也表现出了热情 她说 每部作品好像都是100米短跑 在那里孤军奋战 我想把我的演员生涯 看得更长远一点 如果这部作品不行怎么办 这样的压力很大 这也是一种责任感 如果只排好作品的话 展现给大家的次数就会减少 电影可能成功 也可能不成功 我想尽可能多的 尽长的 长时间的演戏 今后也想 成为长久的陪伴在大家身边的演员 我想对自己的脸负责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想自然而然的给大家展现 适合那个年龄的演技